路德记第二章 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有个同族的亲戚 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摩鸭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 让我到田里去,我在谁的眼前蒙恩 我就跟在谁的背后解脉碎 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尽管去 路德就去了 来到田里,在收割的人背后解脉碎 他恰巧来到以利米勒同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 波阿斯刚好从伯利恒来 对收割的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 他们回答 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波阿斯问那监督收割的仆人 那是谁家的姑娘呢? 监督收割的仆人回答 她是跟拿俄米从摩鸭地回来的摩鸭女子 她说,请让我捡一点脉碎吧 让我跟在收割的人背后 在河捆堆中捡些零碎的碎子 于是她来了 除了在房子里休息了一会儿之外 从早晨到现在一直都留在这里 波阿斯对路德说 女儿啊,听我说 不要到别人田里去捡麦穗 也不要离开这里 要常常与我的女佣人在一起 你看他们在哪块田里收割 就跟着女佣人去 我不是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吗? 假如你渴了 就到水缸那里去 喝仆人打来的水 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 对他说 我是个外族人 为什么会在你眼前蒙恩 蒙你关照呢? 波阿斯回答他说 自从你丈夫去世以后 你对婆婆所行的 和你怎样离开父母与出生之地 来到素来不认识的人中间 这一切我都知道得很清楚了 愿耶和华照你所做的报答你 你来投靠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 愿他充充足足仇报你 路德说 主人啊 但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虽然我连你的卑女都不是 你还是安慰我 对我这么好 到了吃饭的时候 波阿斯对路德说 你过来吃一点饼吧 拿饼块站在醋里 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来 波阿斯把一些烘好的麦穗递给他 他吃饱了 还有剩下的 他再起来去捡麦穗的时候 波阿斯吩咐仆人说 就算他在河捆堆中捡麦穗 也不可以辱骂他 甚至要故意为他从河捆中抽些出来 留给他去捡 千万不可责备他 路德就这样在田里捡麦穗 直到傍晚 他把捡来的麦穗打了 约有二十二公升大麦 然后带回城里去 路德把捡来的麦子拿给婆婆看 把吃剩的给了婆婆 婆婆问他 你今天在哪里捡麦穗 在哪里工作呢 愿那关照你的人蒙福 路德就告诉婆婆 她在谁那里工作 我今天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工作 南俄米对媳妇说 愿不断施慈爱给活人和死人的耶和华 赐福给他 南俄米又对他说 这个人是我们的亲人 有买赎权的一味敬亲 摩押女子路德说 她还告诉我 紧跟着我的仆人捡麦穗 直到全部收割完毕 南俄米对媳妇路德说 我女儿啊 这样才好 要与她的女佣人一起去 免得在别人的田里遭受敌视 她就紧跟着波阿斯的女佣人捡麦穗 直到大麦和小麦都收割好了 路德一直与婆婆住在一起